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怎么说呢 他给我的感觉啊 就好像 这么说 就好像 我们两个人 不是同一个草里 吃草的马 来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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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冷静下来 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 我们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对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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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真相 我问你 东城是不是要破产啊 如果东城要破产 为什么公司不发布公告 你们要信任公司 那我再问你 盛世撤资的事情是真的吗 难道我们这帮的人的工资 一分就拿不到了吗 第二 第一 无论是盛世要撤资 这样的谣传 还是未来的一些谣传也好 请以公司发布的公告 为参照标准 第二 东城的利益关乎到 每一个员工的利益 企业的良好工作环境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 而不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就跑到公司来闹事 第三 我以东城董事长的身份 在这里跟大家保证 东城 绝对不会苛扣拖欠员工一分钱 小天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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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 怎么样 怎么样 再相信他一次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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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拿一个机会 行 行 相信他一次 我们再相信你一次 再相信你一次 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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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东西呢 钱呢 没问题 小心点啊 办案批了 就够要人命的 没问题 小心点啊 顾董 闹事的员工 大都回自己的部门了 但也有极个别的 写出辞职报告 递交上来 顾董 闹事的员工 好 辞职的就不要强留 通知人力部门 一定要做好离职的手续 还有 关于各个岗位的空缺 要及时补充新鲜血液 好的 我知道了 嗯 对了 那个叶小青想要见你 好 请他进来 你先坐 好 昨天下班以后啊 我看到了 露西丽 和奔雅琪 两个人在一起 好像是在一个 养生会所的电梯间 本来嘛 他们本来就是上夏季 下班以后长句句也没什么 不该我管 只不过 我看他们的神情啊 既心才乐祸 还有一点神秘 我特别担心你心眼 所以特地过来告诉你 咱们公司最近形势这么不好 你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啊 小青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没什么 干吗这么客气啊 你怎么好像胖了 都怪这个黎明杠 天天给我夹蒜做好吃的 什么 都回去上班了 你这罢工闹得也太不像话了 行了 我知道了 这东城的员工也太没有骨气了 不知道顾心言说了什么 就都回去工作了 这些员工啊 都在气头上 火气消了自然就回去上班了 你以为他们真想隔老板的命啊 他们的利益又没有受到损失啊 想要东城彻底瘫痪 还是要员工的实际利益 受到威胁才行啊 不 那也是自然 这就完了 那也没闹出什么程度嘛 这还能闹到什么程度啊 都上新闻了你看 至少得让领导保证啊 几年之内 不裁员不减薪 这是我们的最低需要了 是啊 是 是啊 是 我可听说了啊 人家水财那边又加薪了 真的假的 又加薪 他们不是刚加完吗 有钱就加呗 这几年啊 他们已经整体加薪两次了 而且每次幅度啊 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呢 人家这么多 咱们这边就惨喽 别说加薪 工作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 我就说 顾董事找我去清查资产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些不对 你说就算上市要撤资 也不到这一部分对吧 是这样的吗 姐 你看看一下 小周 你跟我来一下 董事长 我清楚地记得 你别让我外传这个消息的 是大家伙正好了解这个事情了 所以我就跟着聊了几句 小周你别紧张 我没有怪你把这个消息 你给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话题的 好像是马姐吧 对了 是马姐 马姐说 嘴菜又涨薪水了 所以大家就有感而发了 董事长 我真的错了 虽然这个事情不是我提起的 我也不应该在这种时候 提起这些默许有的东西 好 我知道了 去工作吧 那我先走了啊 想什么呢 我在想 短短几天之内 李卓人过世 本该是百废待兴 从头再来的时候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 急转直下的转折点 我想的问题和你是一样的 按照现在的情况 答案就只有一个 有人想要打劫东城 没错 就是那些想要收购东城的人 创始人过世 前任董事长落马 你呢 又刚刚接手这一滩家业 还没来得及处理 野蛮人就堵到家门口 来欺负你了 资本的每一个茅口 都在散发着欲望 欣言 你这么拼难道不累吗 累 我有的时候真的快累死了 有时候呢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懂你 再苦再累你也要扛 别人的黑锅你也要扛 但是有些时候呢 我又觉得我一点都不懂你 是啊 欣言 你母亲的冤情已经查清楚了 如果说 李卓人是你的一个宿敌人 你也要扛费的话 那么你在与他的这场较量当中 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如果这个时候冬城被资本收购 你瞬间可以获得这一辈子的财务自由 可你却坚决反对收购 因为有的时候收购者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收购 那是什么 是消灭 从被收购的那一天起 就是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 收购者最大的目的 是消灭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样才是最有效的扩张方式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坚持 要让冬城维持下去了 只要冬城还在 就还是会有翻盘的机会的 我的职业生涯 与冬城融入与共 你放心 我会尽全力支持你 清言 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但是今后 我也会一直支持你的 谢谢你们 有你们在 冬城就还有希望 谁 我都是你 我认为你 你不顾езд 你不顾客 和人们老挥作 你不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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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她交通 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特别是财务方面的工作 我都快要撑不住了 我多么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 和我一起面对 我多想听到乐天派的你告诉我 万事只要有你在 事情就能解决 可是你却一直躺在这里 不说 不想 我多么想看你对我笑一下 我多么想看你对我笑一下 我不是说我们俩iner evangelية akah书有没有 要是新闻 市 去吃 你 要是 感觉怎么样啊 挺好的 没事 你放心 医生说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液体 是浓硫酸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 我肯定会了 用我这点小伤 换你的颜值 值了 你知道吗 刚刚一出医院门 我就看见一个黑影场 冲过来 我这也是本能反应 你说会是谁呢 下这么大死手 反正我是没有看清楚 因为天太黑了 你觉得会是谁呢 我觉得像齐东海 齐东海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他呀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种直觉 你怎么会来医院的 交完班之后不想回家 说过来看看灵者 没想到能被人盯上 幸好你在这个时候下落 这就叫命 命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要不 要不我给你的董事长办公室 送一面锦旗 锦旗 你说的是那种红底黄色字的那种锦旗 你放我董事长办公室 你觉得很合适 多喜气 是吗你 医生 我朋友的伤怎么样了 他手上见到的硫酸液体不多 并且处理得及时 没有造成其他的后果 手上嘛 可能会有点疤痕 不过 还是可以修复的 太好了 谢谢医生 谢谢您 听到了吧 将来我陪你去做手部整容 能恢复的 谢谢你啊 外面有两个警察局的同志在等你们 说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住了 需要你们去做个笔录 好 知道了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快走吧 走 李总 我刚刚得到消息 顾兴颜被人破硫酸了 他受伤了吗 具体伤情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被破到了 东晨这一阵子真是祸不单行啊 这顾兴颜呀 可是够倒霉的 那我们看看以后 东晨要怎么办吧 这款设计倒是挺漂亮的啊 你们跟犯罪嫌疑人认识吗 对 我们是同事 那以前没有发现 他有什么作案动机 并没有 至少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 而且 他工作还挺认真负责的 警察同志 他应该不会被判 很重的刑吧 这个我也不好说 怎么样了 好了 来 你们看一下 谢谢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在上面签个字吧 警察同志 我们能跟嫌疑人见个面吗 可以 他现在还在我们这里压着呢 等一下我派我的同事 带你们过去 谢谢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谢谢你 谢谢 齐东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为了钱 我承认我是一时冲动 但也不能怪我 我舅舅临死前把股份都给了你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他为什么把股份留给我 这个非清非故的人啊 还不是因为你让李卓然失望至极 齐东海 你以为 李卓然这些股份是白给我的吗 这当中有非常苛刻的附加条件 他要求我每年给他老婆儿子打五百万 你怎么 怎么 很惊讶是不是 你以为你舅舅是慈善家吗 他把股份留给我 我无非是觉得我会信守承诺罢了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我人生已经毁了 你还有一份工作 董事长 你知道我是李卓然的外甥 而且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你还愿意用我吗 只要你往后洗心革面 我会给你这次机会 皇上 我 reads是一位 启 super menu 你响你 然后还稳定 那奥 您视频 乔 广 일이 那你一句字 不想吃 却没钱买的拉火腿 你快点醒过来吧 只要你醒过来 你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 哥都答应你 我能不能告诉他们了 他多上回来听了 可是你不跟他们说 这是怎么能瞒得住呢 那怎么行啊 来了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我顺道 就把小青一起接来了 手怎么样 没什么事 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 这齐东海 下手也太狠了吧 疼不疼啊 夕妍是为了救我 齐东海是冲我来的 要不是她 我肯定毁容了 夕妍 要不我们今天 别去上班了啊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对 公司还是要去的 走吧 欣 欣元 还是别去了吧 对对 别去了 别去了 你们俩怎么奇奇怪怪的 没有啊 是不是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没有没有 到底怎么了 别吞吞吐吐的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公司又被记者包围了 而且 缺切地说是昨天晚上 记者都已经守在那儿了 你手术上的事 他们知道之后 这次来的不只是商业版 连娱乐版和社会版都来了 小心不让我说 怕你俩上火 这些记者还真不嫌事的 越是这种情况 就越应该去公司 走吧 那我叫车 嗯 我叫车 顾董事 快来公司 我知道了 现在公司被记者包围了是吗 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是林总回来了 林总回来了 跟我说说你这两天的经历吧 我去了一趟 我和林哲出生的地方 林哲出事 你竟然坠楼 让我反思了很久 你说我们打拼了这么多年 就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 这种打拼还有什么意义 顺便去祭拜了一下我的父母 跟她们说 我这个当哥哥的有多无能 我爸去世前我答应过他 要照顾好林哲 这些年 我一直是用我的意志控制她 不让她跟同龄的孩子玩 没让她享受过童年的快乐 只是意味着让她读书读书再读书 可是你知道 一棵树只有自由地生长才是最幸福的 林哲他理解你 他一直想要成为你的骄傲 如果不是我 如果不是我 他也不会陷到这个泥潭里 如果他醒不过来 我会照顾他一辈子的 星雁 你别想太多 林哲的选择很清楚 他希望你平安 希望你能快乐 希望你能好好地活下去 别辜负了他 那手没事了吧 没什么事 其实就是小伤 休息两天就好 就是医生有点小题大做 非要包成这样 好像多严重似的 还是听医生的吧 怪我太大意了 当时齐东海在派出所里 交代了和李卓然碰头的地点 我就以为他回头是岸 没想再过多地深究 他竟然如此穷击极恶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穷凶极恶 我真的没什么事 还挺庆幸的 如果这一大瓶硫酸 泼到了孟萧萧的头上 那肯定是要毁容了 你说他怎么会对孟萧萧 这么大的仇恨呢 李卓然在坠楼之前 把股份转让给了孟萧萧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每年给他的老婆 还有孩子打五百万 可是齐东海并不知道 这个条件 他还以为孟萧萧 断了他的财路 疯魔了吧 真是人为财 死尿为失望啊 林总 会议室准备好了 好 马上去 好 大家好 最近我去处理了一点 自己的私事 这事我能理解 那不单是我啊 就是在座的各位 如果自己家里 唯一的亲人出了这种事 恐怕谁也不能够 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 是吧 愿林哲早点好起来 谢谢 谢谢 我 最近东城出的这些事 我从其他渠道 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我们的董事长虽然年轻 但是我觉得 他处理得非常好 也很及时 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 想必各位也都知道了 以璀璨為首的幾家資本 想聯名收購東城 今天我們就這個議題 大家表個態吧 董事長先說吧 東城不賣 也不接受收購 東城和金柏麗鑽石合作的 琉璃鑽新系列 馬上就要上市了 和卵總監共同創建的 基金活動也要開始了 工廠裡的各個設備 也在陸續地更新當中 我們扭轉局勢 指日可待 我贊成 我還是那句話 這風險也太大了吧 我聽說 盛市的第三筆投資款 到現在還沒有到位 而且啊 他們對第一筆投資款 還提出了非常苛刻的 審計要求 如果這時候 盛市突然撤資 恐怕 我們連第一筆投資款 都很難返還吧 到那個時候啊 東城 可就真的是萬劫不復了 所以呢 我覺得吧 如果對方提出的收購條件 對我們有利的話 我們趕緊賣給他好了 或者呢 我們可以主動找人收購嘛 主動出擊啊 您這不是主動出擊 是主動放棄 別說中國的企業了 世界五百強的名單 您可以從頭到尾 去看一看 人家企業的成長室 哪一家企業 不是先受了傷 養好了傷疤 再受傷再養傷的 但是有一個慣例 那就是 凡是受過傷的地方 必然會形成很強的免疫力 讓企業 由短板變成長板 這就是為什麼 不能毀滅我的 必將成就我的道理 如果現在 不趁東城 還吃幾個錢的時候 趕緊賣掉 那還等什麼時候啊 你要替我們這些小股東 考慮考慮啊 劉仁董事 如你所說 如果在東城 還不值幾個錢的時候 就把它賣掉 那麼等到將來 東城更值錢了 你是不是才會覺得 今天的自己 是有多麼的蜀目寸光啊 你 這萬一東城 要是一天不如一天呢 到時候我們想賣 未必有人想買呀 邱總啊 你還坐那兒幹嗎呢 發表 發表意見哪 那 我說兩句啊 人啊 活到老得學到老 過去啊 我一直挺自信的 憑自己的老經驗做事情 隨著社會的 不斷地變化 老經驗已經不靈了 老理兒也不靈了 包括書本上的 那些條條框框啊 都不靈了 到底什麼東西是靈的 說實在的 我也不知道 過去啊我一直以為 咱們的董事長 不 李卓然 李卓然很靈 但是結果呢 結果 算了這也不說了 各位要聽我的意見 那我的意見就是 你們年輕人自己去決定 我作為股東 我的股份不算大 也不算小 我也不想把我的股份去賣掉 那麼 你們年輕人 就去做好決定 然後告訴我 我聽個響就可以了 這樣吧 我們拘手表決吧 不同意東晨被收購的 請拘手 我棄權 好 七票反對 一票贊成 一票棄權 我們東晨內部 總算達成了共識 就是反對收購 那麼我們就沿著這個思路 展開工作吧 走吧 進來 張曉曉 來 林總 這是近日公司的一些 經營情況 重點的部分呢 我已經做了標記 好 坐 曉曉啊 我聽說白大英雄救了你一命 是不是準備以身相許啊 我跟他說了 要送一面錦旗 掛在他的辦公室裡 曉曉 能看到你現在這樣 我真的很高興 李卓然死了 唐老師也得以平原昭雪 在我這心裏啊 有好多東西我已經放下了 你也放下吧 你也放下吧 你現在就是你自己 還生我氣嗎 你不生任何人氣了 真沒想到你進步得這麼快 都當上銷售副總了 全憑著白董事長提携 跟你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 那我現在跟你聊聊我下一季度的 工作思路 好啊 來 邊喝茶邊聊 好 新娘來了 來了 你這手怎麼樣了 活動自如 要不是遇上一個固執的醫生 我早就把這紙布給拆了 沒事就好 我還擔心了好一陣子 我就在想啊 我這邊給你這麼大的壓力 盧西利又張了我都收購你了 你又出了這麼一檔的事 如果我真的成了壓到你的 最後一棵稻草 那我胡反成什麼人了 不會 我可是您投資珠寶界的 第一位設計師 您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不會那麼脆弱 用你這句話就好 所以 您還是決定要收購東產 是嗎 我今天來找您 也是為了這個事情 怎麼 改變想法了 同意被收購了 恰恰相反 不同意被收購的念頭 越來越強烈了 我是希望您可以收回這個想法 你給我一個理由 東城還沒有輸 還有贏的可能性 我不想壓大壓小賭輸贏 聯合幾家優勢資本 直接拿錢收購 不比守在一個坑裡更有效嗎 但是您那幾個投資戰略小夥伴 跟您的訴求可是不一樣的 什麼意思 您的訴求很好理解 那就是投資回報獲得利益最大化 但是璀璨不一樣 他的訴求 是消滅東城 獨佔市場 你們兩個人的訴求 剛好是相反的 我經手過幾個這種聯合投資的案例 大家的訴求 不見得要統一 而且也無法統一 看來您是決定 哪怕和幾個戰略小夥伴同床異夢 都不要東城這個揭發器了 行啊 心靈 小會打比方了啊 我這也是接了您的梗 我還記得您曾經跟我說過 投資 就像找對象和結婚一樣 你說得沒錯 不過目前我的想法不變 同床異夢也好過獨守十年 我的想法也不會變 那麼接下來 東城就要開啟保衛戰模式了 進來 李總 我聽說林依回來了 她怎麼在這個時候回來了 不知道 可能是東城已經亂成一鍋粥 她看不下去了吧 真的是重心互主 而且她一回來 就立刻召開了股東會議 知道是什麼內容嗎 具體什麼內容打聽不到 但是我猜也猜得到 重心思想 跟嘴探四哥唄 但是一個顧星研究 已經很難對付了 現在再加上一個靈異 我們收購的事情 就更加困難了 我好不容易才說服了 三家投資房願意出售 這次我絕對不會錯過 任何扳倒東城的機會 你那天分析了一點都沒有錯 顧星研就是個硬骨頭 我們要從東城的內部 想想辦法 想什麼辦法呢 還記得葉小青嗎 那個你一叫就出來的 顧星研的閨蜜 但是這個葉小青 她盜取顧星研方案的事情 已經敗露了 就算她倆和好了 信任這個東西很難修復吧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可以被我們利用 進來 老大 你怎麼不讓給人的 這是什麼呀 我也不知道 我打開 不是股權轉讓協議啊 這是我給她的文件 怎麼又給我送回來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這不是親自來 跟你解釋了嗎 你的就是你的 你說你給我送回來幹嗎 之前我同意 是因為為了取得 在董事會的話語權 現在沒有這個壓力了 物歸原主 原主就是你啊 我不要 您這是想逃避責任嗎 靖遠 我發現你最近進步很快 你不僅僅是一個優秀的設計師 你正慢慢成長為一個 優秀的管理者 那都是因為有你在 早晚會有這麼一天 我不能讓這一天到來 股權越大責任越大 您別想圖清閒啊 一點股份沒有 我也還是東晨的總經理 我不會不管東晨的 除非白董事長開除我 林毅哥哥 你有沒有想過 我媽為什麼要把股權給你 而不是讓你幫我代持呢 當了股東之後我才發現 一份股權一份責任 我想我媽應該是不想 讓我負擔這麼大的重任吧 我漸漸可以理解她 一直反覆跟我說的那句話 她說 希望我成為一個 簡單 快樂的平凡人 所以啊 請你不要再違背 唐婉容老師的意願 給我一點點成為簡單快樂 平凡人的可能性 好不好 先放著吧 以後再說 醫生現在什麼情況 幾次內心檢查 倒是都很正常的 雖然腦幹反射功能 還是處於消失的狀態 但對一些刺激 是有一些清非的反應的 這些都是很積極的情況 那太好了 那有什麼情況的話 我們隨時溝通 好那我先走了 好謝謝醫生 好 喂 喂 小青啊 是我 你最近忙嗎 我在整理一些資料 好嗎 那你有沒有空啊 我們出來坐坐啊